41岁最美女演员换来去世,撇下两岁儿子,陈岛明在他葬里放声大哭。 41岁最美女演员换来去世,撇下两岁儿子,陈岛明在他葬里放声大哭。 41人生在世,世事无常,娱乐圈也是如此,娱乐圈里英年早逝的明星很多。 当年李小龙去世,全世界的影迷都感到惋惜,还有黄家居、张国荣、梅艳芳、邓丽君等。 41人生在世,世事无常,娱乐圈也是如此,娱乐圈里英年早逝的明星很多。 41人生在世,当年李小龙去世,全世界的影迷都感到惋惜,还有黄家居、张国荣、梅艳芳、邓丽君等。 41人生在世,都是在国内和国际影响力很大的艺人,可都是天度英才,英年早逝了。 41人生在世,这些都是港台明星,在大陆其实也有一位英年早逝的女演员。 41人生在世,她去世的时候也有很多观众和圈内好友为之落泪,她就是李源源。 李源源1961年6月18日生于山东济南,原名李源源,国家一级演员。 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。1989年李源源在上海的早晨中饰演桑姨泰成名。 后来又和陈道明合作出演了《围城扮演苏文丸》,这个角色让李源源开始有了名气。 1998年因主演电视剧《香港的故事》中女主角郑阿戴荣获第16届中国电视精英奖最佳女主角奖。 李源源长得漂亮,演技也非常好,在圈内外都备受好评,她为人和善,缘非常好。 李源源也像常人一样结婚,39岁的时候李源源怀上了孩子。 2000年9月去医院做产检的时候,李源源被查出患有宫颈癌,医生让打掉孩子,接受化疗。 但李源源坚持将儿子生了下来,之后她一直和病魔作斗争。 没想到2002年10月20日19时40分李源源在北京病逝,中年41岁,这时候儿子才2岁。 李源源的离去让众多圈内的好友纷纷落泪,特别是陈道明。 李源源和陈道明合作完成围城后,成为了非常铁的朋友,陈道明在知道李源源去世后,在电话中就哽咽起来了。 后来在李源源的葬礼上,陈道明气不成声,放声大哭,哭晕了好几次。 称自己很后悔,当时没有劝阳他放弃孩子去做化疗。 李源源对自己的事业总是不放弃,努力地追逐着,在对抗病魔期间,李源源也一直坚强地对抗病魔。 在观众和亲友的眼中,李源源是坚韧的,有毅力的女性典范。